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独自上场》 《独自上场》是网谈一节李娜的自传 讲述李娜三十年的人生故事 本书包含了她与众不同的成才之路 跌宕起伏的赛场传奇 不离不弃的爱情誓言 那些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以及站在巅峰之上的人生感悟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李娜的讲述 来了解她胜利背后的故事 走进李娜的内心 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我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 基本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世界各地 一月份我和自己的小团队奔向澳大利亚 去打悉尼公开赛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二月份我通常泡在迪拜和多哈 这里有两个较大的比赛 打完后我大概有一周左右的调整时间 然后就要飞往美国 去参加印第维尔斯迈阿密的两个大赛 等到这里的比赛结束 日历也就翻到四月份了 两周左右的调整后 就是为期两个月的红土赛季了 红土赛季我要去的地方有 斯图加特 罗马 马德里 巴黎 红土赛季结束后 马上我们开始在草地上战斗 也就是温网 温网结束后 如果行程安排得不太紧的话 我可以调整两到三周 好迎接在美国举行的几场巡回赛 直到美网结束才能再调整两周 之后我们飞往日本去东京打比赛 然后是北京 北京的比赛结束后 世界排名前八的选手间会有总决赛 这就是我一年的赛事安排 听起来非常精彩是吗 全世界最繁华的都市 最顶尖的高手 可事实上 这些城市中的著名景点 我基本都没去过 通常我们从机场直打酒店 训练 比赛 然后回酒店休息 比赛结束后 便会达成最后一班航班离开 回到基地训练 或赶往新的比赛场地 酒店的房间总是千片一律的 即使设计师竭力 让他们呈现出独特的美感 但所有酒店房间骨子里 都带有那种冷冰冰的距离感 这几年来 我一直是这么度过的 以至于在早上醒来时 我经常要恍惚几秒 才能想起自己此刻身在何地 迈阿密 还是马德里 亦或是巴黎 我向房间里左右瞄了几眼 江山还在睡 为法王准备的常礼服 搭在衣架上 大大小小的旅行箱 散乱地堆在地上 电视机旁放着 我揉了线眼睛 没错 电视机旁放着苏珊 朗格伦碑 所有职业网球选手的 毕生梦想 这么说 我现在是在巴黎 而昨晚那些印象 并不是我的难刻一梦 我闭上眼 那些景象仍历历在目 掌声欢呼声 裁判长和蔼而充满鼓励的笑脸 我的团队穿着 统一定做的黄色T恤 坐在场边 女孩子们大多泪流满面 斯奇亚沃尼在更衣室里 轻声鼓励我 Enjoy your time 这些真的不是我的梦境吗 江山也醒了 她总是比我更快地 进入清醒状态 我小声问她 这不是做梦吧 当然不是 江山抱着我 你太牛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 她很少这样直白地赞美我 但这句话 确实令我感到十分温暖 没错 这里是巴黎 今天是2011年6月5号 而我昨天刚刚在罗兰 加洛斯球场 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的冠军 老实说 直到此刻 我仍有种如坠云雾中的恍惚 那些深处 仍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拿了冠军 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说 我是第一个获得大满冠 女子单打冠军的亚洲人 经此一役 我的世界排名也从第七 跃居第四 凭了日本名将 伊达公子创造的亚洲最高纪录 我微笑着对他们的祝贺 表示感谢 脑海中却是一片空白 我知道我赢了 但获得冠军的感觉似乎不过如此 当我躺在红土地上的那一瞬间 我确实感到了巨大的成就感 但当记者们涌上来时 我的脑海中已一片空白 他们都说 我领奖时的表现太淡定了 但事实上 是我对法网冠军这个头衔背后 隐藏的荣誉和威力 并没有清晰的概念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并不觉得他和我 以往赢得的巡回赛冠军 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似乎唯一的差别 只在于 奖金的多少和媒体的关注度 等我稍稍回过神来 有许多强烈的情感 不停地向我涌来 无法形容的快乐 如是重负的轻松 甚至还有 这次媒体总算可以放过我的侥幸 我知道 自己不会再被写成一个脾气很大的 瘸头瘸脑的武汉姑娘了 现在的我至少是个很会打球的 脾气很大的 瘸头瘸脑的武汉姑娘 但这并不是关键 对我来说 胜利带给我最好的礼物 是内心的平静 我不必在比赛后用毛巾蒙住脸 躲在更衣室或浴室里 失声痛哭 不必再为失误痛恨自己 不必反复折磨自己 我知道我的表现及格了 我内心的裁判 这次会放过我 李娜 这次打得不错 我轻声对自己说 我从八岁开始打网球 几乎目前全部的人生 都和网球捆绑在一起 我对网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和感情 就像我的父亲当年对我 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和爱一样 可惜在我还是个孩子时 父亲就匆匆离开了我 今天我终于登上了网球的巅峰 他却看不到了 想起爸爸 就想起了我的童年 爸爸是我童年记忆里 最温暖的那缕阳光 最清凉的那份慰藉 多少年来 父爱是我力量的源泉 他去世 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也是埋在我心底最痛的伤痕 爸爸去世时 我在深圳打青少年比赛 没人告诉我爸爸病危 也没人告诉我他去世的消息 因为怕影响我打球 爸爸要求身边所有人都对我保密 凌晨 从深圳至武汉的火车到达汉口 停车的声音像一声长长的叹息 妈妈没来接我 来的是小叔 小叔让我先吃早饭 再跟他回爷爷奶奶家 一切都那么正常 那么自然 走到爷爷家楼下时 我看到了写着爸爸名字的花圈 那一年我十四岁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到六楼的 只记得一上楼就看到了爸爸 他躺在那儿 肚子很大 里面全是沉积的覆水 脸色惨白 爸爸的遗像挂在客厅里最醒目的地方 他在照片里看着我 目光里满是怜爱和慈祥 那目光我是如此熟悉 旁边黑纱却沉沉地垂着 触目惊心地提醒所有人 照片上的人已不再认识 看到爸爸的遗体 我不敢伸手去触碰 因为怕触碰冰冷的遗体 就必须要承认爸爸的离去 事实上 后面几年 我一直在欺骗自己说 爸爸只是出差 没有回家 而并非离去 妈妈什么也说不出来 一直在哭 以往家里所有大事都是爸爸做主 现在他离开了 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 我觉得自己当头挨了一抱 只觉得沉重 并不觉疼痛 也哭不出来 麻木了很久 直到从小和我最亲的舅舅 过来安慰我 我才哭出来 而眼泪一旦流出 就再也止不住了 以前我以为 人是一点一点长大 一点一点成熟的 但那天我开始知道 人是瞬间长大的 我想以后我就要负责养家了 爸爸是最早将我带上体育这条路的人 他年轻时 曾是湖北省省队的羽毛球运动员 他们那年代的人 历经大时代的坎坷 能争取到打球的机会特别不易 不过后来出于特殊原因 爸爸的全国冠军梦没有实现 他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爸爸去世后 妈妈比年少的我更六神无主 爸爸生病欠下的债 没有着落 草板丧事又要花钱 妈妈拿不准怎么办好 索性凡事都和我商量 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强大 强大到可以撑起这个家 可以保护妈妈 小时候 我对钱完全没概念 需要换拍子换鞋时 就和爸妈开口药 稍大一点开始打比赛 队里发了奖金 也全交给爸妈处理 而我真正开始意识到 钱的重要 是从爸爸去世才开始的 为还清给爸治病欠下的债 妈把房子租了出去 自己搬回武昌梁家主 有一次 他愁愁再三 犹豫着问我打全运会的奖金 什么时候发 他一个人的工资不够还债 那一年我刚15岁 开始迫切希望能多打几场比赛 这样奖金就会多一点 能早一点把家里的债 还清 从我1991年进湖北省的集训队起 带我的教练就是于立乔 他一直带我到2002年 我第一次退役的时候 他是湖北队教练 后来进国家队 也是他一直在带 这九年时间里 我与他一起相处时间最长 受他的影响也最多 于教练是位相当敬业的好教练 但脾气火爆 风格强硬 他以对求颜要求高 纪律颜而闻名 如果一件事情 他说了两三次后 你还改正不了 他就会很急地冲着你说 教猪都教会了 你怎么这么笨 还没学会 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小孩肯定会有逆反心理 我每次听到这话 心里就会想 你教猪都能教会 那你就教一个给我看呢 女孩受委屈时 多少会哭一哭 于教练最看不得别人哭 会说 哭什么 还好意思哭 可如果你不哭了 他又会说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这么说你都没感觉 刚开始被这样说 心里相当难受和委屈 甚至会影响练习的情绪 后来他在说这些话时 已经伤害不了我了 我已经麻木了 习惯了 进省队后不久 我就为自己争取到一次 出国交流的机会 那时省队通知我 去北京参加青少年集训 来自全国各地的 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 网球少年都聚集于此 这是国家网球中心 举办的活动 耐克中国公司担任赞助商 经过一番精挑细选 一共有六男六女 十二名运动员 被选送进入耐克训练营 最终的优胜者 获得去美国网校 学习十个月的机会 而我非常幸运地 赢得了这个机会 在网球学校十个月的 训练结束后 我又去日本打了场比赛 当我在日本比赛时 妈忽然给我打了个 悦养电话 说有人给她介绍对象 我爸妈是高中同学 他们很早就恋爱结婚 感情深厚 妈秉性柔弱 家里的大小事情 都靠爸操持照料 忽然一招丧夫 她的精神支柱 轰然倒塌 而父亲葬礼后 我又飘洋过海 去了美国 妈一个人 过苦伶仃的挨日子 忍受着丧夫 和女儿远离的 双重悲痛 外婆和舅舅 怕她走不出内心阴影 希望她早日 从悲伤中走出来 一直在托人 给她介绍对象 妈长得漂亮 人也年轻 再婚也是很自然的事 当时我问妈 你对那人感觉怎样 妈说 没有爸帅 可人品很好 我便回答她 只要你喜欢就行 挂上电话 我忽然怅然若失 我连妈也要失去了吗 我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太单纯 还是太成熟 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 我不在乎 这个男人对我好 还是不好 只要他对我妈好 实实在在照顾好妈 我就接受他 我常年在外比赛 将来又不可能 留在妈身边一辈子 她能找到个 相濡以沫的人 共度余生 当然是再好不够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不应该去干涉 妈的幸福 可潜意识里 又有种被一气式的悲伤 当我从日本回来 下飞机后 妈带着叔叔的儿子 去接我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妈的表情很不自然 那天 妈带我住进了叔叔家 1996年11月14号 爸爸走 12月 我进了省队 1997年10月 我去了美国 1998年6月 回国 不过一年半的时间 我忽然发现 妈已完全融入了新家庭 我变成了多余的人 一个游离在这个美满家庭 外围的旁观者 客观地说 叔叔是个忠厚的人 对妈很好 对我也不错 但那只是我妈的丈夫 代替不了我爸 而且妈的生活 也和叔叔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新家 和美而稳固 我只是个外人 事隔多年 我终于能坦然承认 这件事对当时的我 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为维护妈来之不易的幸福 我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感受 努力让自己理性地处理 和妈妈 叔叔的关系 我承认妈的选择是对的 这一点 我心知肚明 但当时的我 只是个沉默的青春期少女 我有满肚子的委屈和悲伤 却不能开口 对外人倾吐一个子 我刻意冷淡骂 即使明知 我根本没有理由怨恨她 我还是不能原谅她 我偏执地认为 是她背弃了我和爸 是她让我变成了没家的孩子 虽然我知道 这种想法不对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恨她 我自私地将自己 对父亲的怀念 四处流离 无知可疑的七皇 和单亲家庭孩子 受到的歧视 都转化成恨意 一股脑地转嫁给母亲 因为这样 会让我好过一点 愤怒比悲伤更有力 愤怒不会让一个人垮掉 但另一方面 我感到自己内心深处 比以往更空虚 在坚硬的外壳下 我觉得孤独 我觉得自己被漠视了 我想要个新家 我希望有人可以去爱 去信赖 我在进省队后 就认识江山了 当我还是个 展露头角的新手时 她已非常出类拔萃 在运动队 两年算是个台阶 江山比我大两岁 是刚刚比我们 大一波的老队员 我们这群小孩 还在省队当新人 四处打预选赛时 江山已是省队的大师兄了 她为人可靠 像个老大哥一样 在小兄弟中 很有人缘 不过在女孩子面前 却始终很闷 别的男孩 都跟女生嘻嘻哈哈 说说笑笑 只有她在我们面前 总是沉默寡言 时不时还带出点 真不愿跟你们 这帮女娅玩的轻蔑 那时大家都是小孩子 她觉得女孩事多 没逻辑 因此很少和女生来往 对于我 她倒是不讨厌 我俩来往 比别的队员多 可能是她觉得 我够自立 是少吧 我也不喜欢那种 特能说会道的男生 江山闷闷酷酷的样子 反而让我对她 关注多了些 大家都在同一队里 经常一起组织活动 平时训练 也不时有来往 玩着玩着 两个人就玩到一起去了 但那时 我们都不觉得 自己是在谈朋友 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小孩 交情好 也不过是经常一起吃饭 一起玩 哪里到谈朋友的地步了 受父亲的影响 我对另一半的期望是 成熟 宽容 沉稳 男人应该向大海 而这恰恰是江山的典型特征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可以在他面前 安心地做个孩子 父亲去世后 我一直把自己伪装得很坚硬 很强大 外人看来或许会认为 我少年老成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装得有多辛苦 江山给了我再次 做回孩子的机会 给了我一直想要的安全感 总之我觉得江山很像我爸爸 在他身边 我特别踏实 我打球时 他要在身边 我就觉得比较有信心 江山在体育路上 遇到的挫折 比我还要多 体育圈里 有很多外行人 想象不到的阴暗面 江山脾气倔 认死的路 石头牛也拽不回来 但我就喜欢这样的江山 许多人都看过 我在赛场上吼他的画面 都觉得他特老实 特可怜 其实才不呢 他吼我的时候 大家没看见罢了 我打球时很容易分心 注意力难以集中 这对职业选手来说 是个坏习惯 有时打得不顺手 江山就在旁边 一直碎碎念 你换个打法呀 你打个直线子 他不擅长鼓励别人 不管什么时候 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都像带着不耐烦的批评意味 听得我头大如董 他念一句 我还勉强忍得住 念三句 我张嘴就把心里的恼火 吼出来了 打直线打直线 你昨天讨论战术时 不是还说要打斜线 我一直是个暴主脾气 别人一碰就炸 炸完又充满内疚 对外人 我心中有不愉快 一般也就忍下去了 只有在江山这里 我可以肆无忌惮地 任性胡闹下去 从心理学上说 人们大多数 都只对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 因为对方在你的安全范围内 你潜意识知道 对方不会离开你 发脾气 也是某种形式的依赖 对江山 我在场上冲他吼完 在打球就觉得情绪平复了很多 头脑清醒 打起球来也更有力量了 他就像我的充电器一样 2002年亚运会之前 由于长久的压力和心情抑郁 我的生理期忽然开始紊乱 医生说是内分泌失调 这个问题有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 就是吃有激素的药 但我对这种药够敏 对医也束手无策了 身体状况不好 训练就上不了量 这样就没办法在赛场上拼了 于是网球管理中心 从外面请了位医生 来给我看病 就这位医生说了句真话 他说我的身体状况 真的不理想 但当时的领导 为了让我去打亚运会 表示只管打针就行了 这话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才二十岁 就算热爱网球 也不能因此毁了自己一生的健康和幸福吧 我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向妈求助 我妈爱你心切 一听这状况 马上说 我们不打了 身体是一辈子的 多年后 我仍记得妈话语里透出的坚定 那一瞬间 我忽然感觉千斤重担泄了下来 满心都是回家的冲动 有人说 没关系的 人只会看你飞得高不高 爱你的人 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这话在运动员出身的我看来 是特别真切的 当时也有很多媒体报道 我退役的是 很多记者将原因归为 不能和江山打混双 这样讲不公平 确实是因为身体状况 但也有这部分影响吧 之前我和江山已经配了四年混双 大家也基本认可我们的组合 从来没让我们分开过 但全运会时 我们对领导 临时把我们报名时的组合 拆开 重新搭配 让我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忽然被换了搭档 事后去沟通 也没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很是心凉 也是从那时起 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 这或许跟我低落的情绪有关 那天听到妈说 身体是一辈子的 我一下就放松下来 失眠焦虑都忽然离我而去 多日的阴霾一下散开 当晚我的睡眠就正常了 当时我们住的是双人间 我和另一个女孩同住 第二天别的队友都去训练了 我就打电话 订了从北京回武汉的机票 等拿到订票公司送来的机票 我便带着早已整理好的行李 出了门 打车直奔机场 走时我写了张退役申请 放在宿舍桌上 为表明自己退役的决心 我连求拍都没带走 把拍子端端正正地放在写字台上 压着那张退役申请 担心被人撞见 看出蹊跷 我的行李简单极了 就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 放了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 和生活必需品 就匆匆离开了 一回家 我就关掉了手机 不接任何电话 自由的味道可真好啊 那时江山已经回到了武汉 2001年全运会结束后 他去国家队跟领导谈话 国家队领导同意他退役 他就回来了 他退役比我还早半年 江山之前的经历比我更糟糕很多 粉粉夫妇被折腾了很多次 强行拆散我们的组合 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之前他受到的伤害更大 这儿就不说了 2002年9月 我们一起走进大学的校门 我们本来准备读五大的 可这时湖北省队换了新领导 原来将我们强行拆开的那个领导 调到别的地方了 湖北队的新领导 帮我们联系了华科大 当时我们还算湖北队的人 不管我们去哪儿 什么时候走 都要给湖北队一个交代 于是我们进了华科大 我和江山选择了新闻专业 我们运动员出身的 知道运动员不为人知的苦衷和理想 我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体育记者 可以多站在运动员的角度 为他们说话 体育班有单独一栋楼 住的全是我们这样的体育生 大家都是有一技之长的退役运动员 在这里大家过得相对轻松 享受大学校园生活 远离了运动员 每天面对成功与失败的压力 在大学待的两年 我接触了许多以前没时间 或没心情接触的东西 江山知道我想接触新世界 就带我去打羽毛球 学跆拳道 还去跳舞 玩得特别开心 适应了学校的节奏后 我发现学习其实也没那么难 比起在队上训练的日子 大学里的空闲时间多多了 我们每天白天四处赶课 晚上有时间时 我就拖着江山在学校周围逛一逛 在大学里 我喜欢晚上去夜市逛逛小店 买点水果 压薄什么的 心里就觉得很满足 江山在市场旁边的小店里 找到一家租谍的小店 每次去 他都会逃些谍回来 晚上我俩就一起回去看谍 在学校时 知道我们是专业运动员的人不多 但我们时不时还得代表学校 出去打一些大学生比赛 虽然不会像在队里时那样拼命 但我们多少还是会去球场上练习一下 免得出去打大学生赛时 水平太差 丢了华科大的人 这时的练习并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要求 高兴就多打一会儿 不高兴就早点回家 只是活动活动 没有很强的目的性 偶尔打一打 感觉还是不错的 大学生赛的总决赛在青岛 我在打这场比赛时 遇到了很多仍在网球圈的好朋友 以前大家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 场下一起吃饭 场上见面还要拼命 多少有点怪怪的 这次心态很放松 真正是以赛会友 比赛结束后 我继续回大学读书 享受我悠哉的读书时光 然而树欲尽而风不止 我虽下队 但和队里的年轻队员们 还是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原来的队友开始频繁来找我 日子长了 渐渐有人传话说 队里想要你回去 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2005年的全运会在江苏举行 于是2003年底 2004年初那段时间 他们就老往我们学校跑 一个劲地劝我付出 参加全运会 但之前有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 我好不容易痛下决心 离开那个是非圈 伤心地 又岂能因为他们的几番说辞 就回去 就这样 七同鸭讲 僵持了好久 直到孙主任来找我 这件事才有了转机 孙主任就是孙靖芳 元老女排的队长 曾经体谈的风云人物 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 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他和之前的领导谈话都不一样 并没有打官枪 而是开诚不公地告诉我 打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 让我很受触动 但还是没有完全动摇我 上大学深造的决心 之后我们队里的老队员 登门的次数更加频繁了 由一周两次变成一周三次 到后来就天天去 我觉得自己的生活都被影响了 但也感觉到了新领导的诚意 我是个心直口快的急性子女生 很容易被人打动 别人欺负我 我不会忍着 但人家帮助我 我会记着 视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荣 我从小打网球 进队后基本都是湖北省培养的 就算为了回报这个恩情吧 我决定再帮湖北队打一次全运会 在这期间我也有过种种顾虑 反复掂量了好几个月 付出对我是件大事 退役时我在全国排名第一 再出去打 打得好没关系 一旦打得不好 别人会怎么评论我 而且我不想中断自己的学业 也不想混账文凭了事 如果回去打球 我的学业怎么办 左思右想 主意难定 我去找江山商量 她说 我不会去阻止你 或者怎么样 你自己要想好 不管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支持你 我跟我妈说 妈 你说我会去打球怎么样 我妈吓了一跳 啊 真的假的 别开玩笑了 因为妈知道 当时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退役的 为了治疗我的内分泌失调 妈到处找中医给我看病 最后我喝了快两年的中药 才把身体调理过来 我说 真的 妈沉默了一下说 那我什么都不要求你 要累了呢 就再回来 孙主任是2003年找我谈的话 我是2004年1月份回到省队的 因为4月份要参加比赛 过完年后 我就归队进行训练 对我来说 选择退役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因为要离开我熟悉的圈子 离开我倾注了太多感情的网球 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而复出是一个更加艰难的决定 因为我要面临未知的未来 和走回头路的双重压力 复出后的首场赛事 是一个国际网联的小比赛 时隔两年再回到这圈子 看什么都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刚复出的我没有积分 要从资格赛开始打 江山一直陪着我 我们俩第一天去训练时 我在更衣室看到了赛会一号种子 当时那女孩的世界排名是180 我觉得很厉害 然而江山看了人家训练回来 很笃定地告诉我说 跟你不是一个档次的 我说怎么可能 那时我退役了两年再回来 对新形势缺乏了解 180在我心里也是很高的排名了 而且我也不确定 自己大概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心里觉得没谱 不过那时我对自己的心态 倒是很宽容 心想尽力而为就好 能打成什么样 就打成什么样好了 没想到 一路竟异乎寻常的顺利 进前四后 我遇到了这位来自葡萄牙的一号种子 没想到 轻松赢了 之前我一直觉得江山说一号种子 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话 是安慰我的 不能当真 直到打完决赛 我才相信他说的是实话 付出首战告捷 对我恢复心态很有帮助 接下来还有一连串四个比赛 这四战比赛是紧挨着的 第一个比赛在北京 第二个在通辽 第三个在乌兰浩特 第四个又回到北京 四战比赛下来 我拿了四个冠军 媒体称 李娜强势付出 其实这么说有点夸张了 一连串拿到四战冠军并不难 因为有不少选手退赛 有些虽没退赛 但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 比赛时也没倾尽全力 不过这四个冠军 让我建立起了对自己的信心 这是最重要的 这四战比赛打完不到一个月 我就有世界排名了 大概是在182名上下浮动 现在我又开始犹豫了 是继续读书 还是回到以前曾经熟悉的球场 因为之前付出的最初目的 是为了帮湖北省队打全运会 可是现在为止 我的比赛成绩非常不错 一方面我还是渴望 完成四年大学学业 让我曾经浮躁的心 可以平静下来 去做个普普通通的人 另一方面又感觉 职业的前景非常可观 应该能打出来 2004年9月下旬 以资格赛球员的身份 连胜三场后 我拿到了进入首届 中国网球公开赛 正赛的通行证 在正赛里 我遇到了有 圣彼得宝发电站之称的 新科美网冠军 库子捏佐娃 这是我第一次对阵 大满冠冠军 心情有点激动 觉得离高手很近 那场比赛前两盘 打得非常纠结 比分咬得很紧 整局比赛 我都是在压力下 被动度过的 在第三盘 我率先拿到了两个赛点 终于找到了机会 本应稳扎稳打 拿下这个赛点 但那时心跳已经开始加速 我模糊地意识到 我可能要赢一个 美网冠军 一个世界排名前十的人了 这种意识 对一个刚刚复出的选手来说 来得太突然了 结果心慌气短 换得换时间 反而失了锐气 库子捏佐娃 毕竟是大满冠冠军 经验比较丰富 他立刻看出我的心不在焉 在几次缠斗中 抓住机会 把比分搬了过来 从此整个比赛的节奏 就回到了对手的控制当中 我就这样丢掉了这个比赛 后来江山告诉我说 尽管我输了这场比赛 但是当时 他就很坚定地相信 我实际上跟这些世界高手 世界前十 甚至世界大满冠冠军的距离 已经很近了 他说 当时我刚刚出来 很多训练还不是很系统 能打成这样 他其实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信心 也感到很欣慰 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大满冠冠军 之前在我的心中 是何等的神圣和遥不可及 现在看来 一切都没想象中那么远 只要努力伸手 我是可以摘到胜利果实的 中网输给裤子捏佐娃后 我紧接着又赶到广州 打国际女子公开赛 也就是大家知道的 WTA 预选赛三场 我打得很平稳 一帆风顺 进入正选赛 在击败了当时 世界排名前三十的 杨克维奇 前五十的杜舍维纳后 我进入了决赛 当时的对手是 斯洛伐克选手 苏查 这是我第一次打WTA的决赛 之前连前四都没进过 我上网查了一下苏查的资料 几年前的世界冠军 很厉害 这时我的心态 已经比较平静了 我很重视对手 比赛前非常耐心地仔细备赛 这些辛苦都没白费 上场后我感觉不错 最终以6比3 6比4的成绩获胜 比赛是当年10月1号进行的 比赛结束后 体育画报的一个记者 跑来恭喜我 你是中国第一个 WTA级别比赛的 单打冠军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 自己创造了一个记录 我在这些方面 是个迟钝的人 别人不说 我自己意识不到 那些历史意义 首个WTA巡回赛 单打冠军 似乎是一个详端 之后的一段时间 我的状态一直不错 2004年10月3号 借助广州国际公开赛上的夺冠 我的世界排名 也从一周前的145位 跃升至92位 这是我首次打击 世界前100 那一年 我的年终排名 最终定格在80位 2004年对我来说 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付出的我 像是一张白纸 之前一切成绩都没有了 重建的过程并不轻松 我像是个在森林里 迷路的小孩 慢慢地用脚 躺出一条路 试图穿过树林 江山让我做个 坚定的伐木工 他对我的潜力非常认可 鼓励我一直走下去 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有一些我从来不敢想的荣誉 他都替我想到了 他的大胆和肯定 让我信心百倍 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渐渐地我打破了自己心中的藩梨 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的选手 随后我又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公开赛 那似乎是我最顺风顺水的一个时期了 在体内沉默了两年的欲望 忽然苏醒 那段时间我进步很快 在葡萄牙的埃斯托利尔寻回赛上 击败了名将萨芬娜 打进决赛 在联合会碑世界二组附加赛上 我取得了包括击败 斯莱伯尼克在内的两场单打胜利 在多伦多顶级赛上 我击败当时世界排名18的杨科维奇成功晋级 这是我第一次战胜TOP20的球员 慢慢的我发现 我也能打扮一些世界顶级的球员 自信心也随之水涨船高 2005年8月下旬 我第一次出征美网正赛 遗憾的是 这次比赛签运不佳 首轮就遇到了当时的世界头号种子 达文波特 这位美国老将在家乡本土作战时 骁勇异常 我也摆脱了奥网时的青涩 拼得十分卖力 尽管最后以两个4比6输掉了比赛 但我对自己的表现基本是满意的 美网结束后 我回国为全运会做准备 在这期间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困扰和伤害 远远超乎我的想象 百口莫辩的委屈 被曲解误读的气氛 被悔恨和痛苦吞食的难眠之夜 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就是案板上那条任人宰割的鱼 无力地张着嘴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2005年10月 以未免冠军身份出战全运会的李娜 却在女单半决赛上 完败给国家队队友彭帅 赛后李娜炮轰国家队的体制 引发舆论大地震 当时网管中心主任公开批评李娜 并表示李娜绝不可能代表中国 出战北京奥运会 这段报道我看了无数遍 但每次看到的感觉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的血液都要凝固了 怎么会这样 当时输了球的我心情十分沮丧 记者问我在国家队训练的感觉如何 我就实话实说 我觉得各项措施不是很完善 也没有针对球员个人的系统训练 没想到这些话 登上了报纸后忽然变得那么暧昧 那么富有暗示性和火药味 一夜之间我就变成了全民公敌 这件事可以说 给我和孙主任都带来了很大困扰 孙主任为了我一时的口舌之快 承担了很大压力 我也被自己的快嘴害得头痛不已 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 从来不善于和领导沟通 出了这事后 我觉得给孙主任带来了麻烦 就更不好意思去找他谈话了 炮轰国家对体制这件事 我再也没在公开场合澄清过 这是我心中的伤疤 一碰就鲜血淋漓 况且我知道 有些事是越描越黑的 好在国家队的教练 领队们都比较了解我的性格 这件事在媒体上被吵得很凶 但在国家队 并没掀起什么轩然大波来 只是在我心里 这件事成了到过不去的坎 情绪一直很低落 等到风平浪静时 我忽然很想去拍结婚照 江山怕麻烦不愿拍 但考虑到我当时在情绪低谷 他还是陪我去拍了 虽说是形式 但有时女孩们还是需要这点形式的 也就是在那时 我忽然觉得该结婚了 结婚于我和江山而言 都是件瓜熟地落 水到渠成的事 我们事先并没有商量 2006年1月底 我在澳王首轮就遇到了小薇 打了三盘 结果还是输了 我觉得很累 什么也没说 取了机票 直奔武汉 每次打完球 我都很想赶快回家 打球令我身心俱疲 家是我的充电器 我太累了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江山特地去机场接我 我们回到家放下旅行包 朋友们约我出去吃饭 唱歌 我窝在沙发上说 太累了 想睡觉 不想去 江山劝我 还是去坐坐吧 朋友们都等着呢 饭后大家一起去K歌 我没想到 江山就在那时向我求婚了 他准备了一只大蛋糕 一大捧玫瑰花 真的好大一捧啊 一共99等 我很感动 同时又下意识地觉得浪费 这么大一捧花不能吃 不能喝的 这不浪费钱吗 那树花确实很美 但我们都已经不是需要靠浪漫气氛 过日子的年纪了 我俩也都不是那种擅长制造浪漫氛围的人 我们更乐于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第二天我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 也没挑什么黄道吉日 今天刚好有时间 那好 领证去吧 领完回家 吃顿好的 踏实了 婚房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上大学时 我们就把房子买好了 四十两厅两位 在武汉郊区的一个小区里 小区环境很好 很安静 我妈对我的婚姻还算满意 只是我和江山一直没办婚礼 这一点让我妈很不满 但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一场仪式对我来说 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现在好多人的婚礼都异化了 不再是感情的见证 只是浪费时间 浪费人力物力的一个无趣的仪式 我和江山都认为 这个仪式没那么重要 生活美满不美满 和这场仪式是否隆重 并无直接关系 我还没有享受多久 新婚的甜蜜 就匆忙回到了 四处征战的生涯中 那时我情绪很不好 二月份在多哈打比赛时 我遇到了位排名世界前十的选手 一直被对手死死压制 彻底地输掉了这场比赛 回休息室后 我一个人洗澡 一边洗一边控制不住的流泪 从我十一岁起 我总是听教练在我背后大声呵斥我 笨 你是猪啊 我的任何一个失误 都有可能招来更大的侮辱 时至今日 我已不需要别人对我吼叫了 我早已将教练的愤怒 暴躁 内化进自己的脑海中 不须教练羞辱 我自己就会陷入病态的 无法克制的自我羞辱中 当自己被对手克制住时 我很容易陷入暴躁 愤怒 焦虑 情绪激动的状态中 输求后 我恨不得一头撞在休息室的门上 我觉得自己 像跌进陷阱的狮子 狂躁地向天空扑去 却越陷越深 我痛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不断败背和伤痛 也令坏心情雪上加霜 我一遍又一遍地痛骂自己 同时痛哭流涕 那时江山还在华科大念书 我走到那儿都是孤身一人 最多有教练和领队伴随 在这种失控的情绪下 我只能给江山发信息 宣写压力 看来他们说的是对的 我真的赢不了前十 我永远是一名二流球员 狗肉不上宴席 江山回复我说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不要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了 他又陆续回了我很多鼓励的话 让我赶紧克着自己 平静下来 但那很难 我觉得自己的尊严 已像被打破的瓷瓶一样 碎成一块一块的了 报纸上对我的失败 进行尖锐讽刺的同时 还不枉提及之前的炮轰事件 那感觉就像要你光着脚 从那只瓷瓶的碎片上 一步一步踩过去一样 江山远在万里之外 身边的人对我的痛苦袖手旁观 谁让我攻击体质呢 我就这样成了全民罪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看到报纸就觉得双手冰凉 我绝不上网看别人对我的评论 更不看报纸 在那段时间 江山忙坏了 他一边要应付学业 一边要帮我做心理建设 我原是个非常在乎 别人怎么说我的人 别人对我的负面评论 可以让我很久 都无法走出情绪低谷 但江山逐渐改变了我的想法 他教我保护自己 教我举言顺行 他告诉我 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的想法 我们能改变的 只有自己 慢慢的 我开始学会一点点 开始懂得保护自己 控制情绪 虽然还是会被伤害 但我知道 他永远会支持我 为了我的比赛进行的顺利 江山不得不想尽办法 多陪我些时间 他像是国家队的一个边外教练 不厌其烦地通过电话和网络 对我进行各种劝导 只要条件允许 他会尽可能地观看我的比赛 然后对我提出些合理建议 在他的帮助下 我的状况略略好了些 2006年5月7号 我连续第二年 打进埃斯托利尔战的决赛 和队友郑杰实现了会师 这是WTA巡回赛决赛上 首次出现的中国得比 郑杰的先生 也是网球圈内人 后来体制松动后 郑杰也选择了自己的丈夫 做教练 能和队友在决赛相遇 我很高兴 这意味着 我们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 遗憾的是 在比赛前 我的肩伤复发 最后只能在决胜盘弃拳 连续两年都是亚军 网球在运动中 算是相对安全的项目 但职业选手 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伤 运动员身上 基本都是伤痕累累的 再好的运动员 在伤痛面前也束手无策 认真算来 我的肩伤并不算严重 膝盖上的伤才是要命的 但身体上的伤痛和精神上的重负 比起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我不止一次见到伟大的球员 被自己的伤痛击倒 球场对面的敌人容易击败 但内心深处的敌人 才是真正可怕的魔 当我们试图迈向更高境界时 我们首先要击败的 就是自己心中的对手 我们自己的心魔 我在江山的教导下 逐渐摸索出一些控制情绪的门道 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心魔 大多数时候 能跟他交手几个回合 或者相安无事了 心态好了 运气也跟着好起来 我职业生涯中 终于打赢了一个世界排名 Top10的选手 那是有着瑞士精灵之称的 施奈德 我们是在2006年5月中旬 举办的德国公开赛中相遇的 在八进四的比赛中 我遇到了施奈德 他是个极有头脑的球员 击败过许多世界高手 这时我正被圈外人的评论困扰 很多人说我 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 这些话让我很难过 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几乎也要相信这个说法了 因此在遭遇施奈德的时候 我并不是很有信心 施奈德当时世界排名第九 他是左利手 每一拍的落点都变幻莫测 我被他调动着 几乎跑遍了球场的每个位置 第一盘就这么输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心情自然很郁闷 又要听一遍 就是打不过世界前十的魔咒了吗 当时我大脑里忽然一片空白 难说是解脱还是愤怒 我不再留意其他细致末节 只管发力去打 最终拿下了这场比赛 我上前与施奈德裁判长握手 然后转身向观众 挥手致意 那一刻我感觉气壮山河 我做到了 我可以打败前十的选手 横在面前那么久的一道坎 终于迈过去了 长久以来横跟在胸中的闷气 一扫而光 不能打前十的魔咒 也对我不生效了 感谢观众 长久以转弹 终于迷赏 多小鲜 终于迷赏 最后